跟着目击者镜头不管往哪里拍看到的都是被炸得残破不堪的建筑 乌克兰中部城镇波塔瓦一所军事教育机构惨在俄军飞弹轮番滥炸 夺走51条人命还有超过270伤 这也是从开战以来最致命的单次俄军空袭行动 军发射两枚弹道飞弹轰炸这所学校附近医院明宅也遭破级 总统在瑞斯基宣布全国进入三天哀悼起 出身自波塔瓦的外交部长顾列巴针对这起攻击则是再次透过CNN向西方喊话 除了中部之外乌克兰南部的札坡罗勒同样遇袭一处酒店被炸成废墟 家具砖瓦玻璃碎满地担忧附近札坡罗勒和电厂有核外线风险 国际员能总署IAEA署长葛罗西再度到访视察 然而乌克兰要面临的不止俄罗斯的攻击 如今传出乌克兰有五名部长集体进词 内阁有超过三分之一职位悬空在这个关键时刻掀起出走潮 恐让国内政局陷入不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